youtube Yo 我们Zack 嗨 大家好 我是Zack 今天的不讲公仔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应该是以后的EA企划必要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 圆缸的截取盒 因为我想说不只做公仔的题材 也想做一些体验游戏的影片 所以我去参考网路上一些YT的大大 知道这一款还不错 而且它不只有支援Windows的系统 还有支援Mac的功能 虽然我现在不是在用Mac 不过很后之后如果有机会用到Mac系统的话 它也可以支援就还不错 而且因为它已经发售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款在目前这个时间点购物还蛮划算的 所以现在就来分享这一款的使用心得给大家看吧 我们现在先来看它的外壳包装 就是上面有特别写到就是有支援4K HDR的功能 然后上面呢 它有详细的写出它这一次的支援功能有哪一些 如果说图示这边看不懂的话 可是后面这边就有详细的各国语言 告诉你说这个截取盒支持什么样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我们4K 60帧的HDR PageStream 这个功能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游戏主机 截取过来的影音讯号 然后我们通过HDR OUT 把它接到另外一台萤幕上面 然后再进入这个截取盒 就可以让原本的电脑萤幕 就可以拿来看说你现在游戏正常的运作画面是长怎么样的 最大好处就是你不用再借由预览的画面来看说你现在游戏现在的画面是怎么样 你可以一边在电脑上面做截取的录制 然后另外一边用电视啊或者是另外一个萤幕 接上萤幕之后直接游玩游戏 然后它有支援1080p 120fps的影像截取 然后还有USB 3.1的随插即用功能 重点还有原告他们自己的4K影像内容录制的直播 也就是Recentral这个软体啊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吧 打开之后了 这个就是截取盒 这个截取盒因为我之前没有买过其他家的截取盒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截取盒的样子 实际上看起来还蛮小的嘛 我拿后面眼镜比对一下 它的整个宽度比我眼镜还窄 所以这个截取盒算是非常方便携带的 然后盒子里面有附贞一条USB转Type-C的线 然后另外一条就是HDMI 然后里面也有附贞一个威力导演的序号 那再来就是一本说明书跟一个用户的序字啊 然后截取盒的本体呢中间这边有一个风扇 可以让你在使用的时候它里面可以做到降温的效果 然后这边有一个USB 3.1的Type-C接口 那截取盒的另外一端呢 一个就是HDMI IN的接口 跟另外一个就是HDMI OUT的接口 两个都是支援HDMI 2.0 那我们现在就来实际接看吧 没有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 就是一个很可难的情况 因为我的电脑萤幕离我的电视实在太远了 我的电脑萤幕原本在这边是呈反方向的 那必不得已 我只要把整台电脑搬到我的电视前面 来做一个同步的测试 然后我们现在截取盒已经接好了 那这一端刚刚提到的Type-C啊 然后就是接到电脑的USB的地方 然后刚刚有提到的这个USB IN的这一端 就是有PS4的HDMI端 然后再把它接到截取盒的HDMI IN的地方 然后再把一条HDMI的线接在HDMI OUT的地方 然后再把这条线接到我们电视的HDMI输出端口就可以了啊 如果是电脑萤幕也是一样的道理 第一次接的时候都会出现HDCP的情况 明明我的电视已经接好了 但我的截取盒却出现HDCP的情况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这样子解决 解决的办法就是你到PS4的设定里面 然后来到系统选单 然后看到里面有一个启动HDCP 然后把这个关掉之后就可以了 那没看到 把它关掉之后 你就可以同步把PS4的游戏画面 截取到你的电脑的截取器里面啊 好那这个截取了呢 它还有标榜超低延迟效果 我们现在就来实测一下 看到玩游戏的时候延迟率到底会多低吧 Go Go 31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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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510 5 41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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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他的截取的功能 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可以先去到圓鋼的官網上面 去抓他這一套的Recentual的程式 程式抓完之後進來他就會先讓你選擇 你要截取的模式是要選擇多重模式 還是要選擇單一的模式 單一模式跟多重模式的差別 在於多重模式的時候 你還可以點下面的這個新增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選擇新增圖片 或者是影片 又或者是打上文字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然後這邊螢幕上面你就會看到剛剛選擇的那個圖片 然後你可以把它做放大的功能 因為我這個圖片原本的原始檔儲存的時候就比較小了 所以其實它可以放到更大 然後你可以選擇在你直播或者是錄影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放到哪一邊 然後甚至打上文字也可以 在這邊輸入內容 輸入完之後按下確認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訂閱雜課的樣子 甚至你還可以點文字調整 然後下面有一個效果 可以選擇跑馬燈 你也可以選擇你的字體 你有沒有看到右下角這邊 就會開始出現你剛剛打的字 它就會像你在直播的時候 可以跑一些你要注意的事項 或者是想要告訴你的觀眾什麼樣的訊息之類的 那如果是單一模式 就沒有其他剛剛那麼多效果跟素材可以選的 那在它錄影的旁邊還有一個串流平台的功能 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哪一種的串流平台 這邊一共有這幾種可以選擇 登錄之後你就可以串流在一起 你就可以開始直播啦 那我們要開始錄製的時候就可以選擇 右下角這個紅色圓圈的地方 按下去之後 左下角這邊就會開始出現錄影的時間 你的遊戲畫面就會開始錄製了 然後它同時也具有影像的擷取功能 然後再我按下之後它就會開始很像照相機 有沒有像是你騎車出去被車輸這樣照的感覺 然後錄完之後你再按一下圓圈的地方你就可以停止啊 那要怎麼看你剛剛錄製的遊戲畫面呢 就是到左下角這邊有一個資料夾的地方 點下去之後你就會看到你之前所錄的所有的遊戲畫面 那包括設定這邊也可以去選擇你要去什麼樣設定你的輸出品質 你也可以選擇你的快捷鍵跟一般的操作儲存路徑 那右上角這邊還有一個全螢幕的功能 點進去之後就是不只你可以在預覽的視窗裡面觀看遊戲畫面 你也可以直接放大來檢視 好那以上就是我這一次的擷取額測試的分享啦 主要來說就是我在測試的時候感覺不到什麼延遲感 總而言之就是說這個擷取額就是讓我以後有可以體驗遊戲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遊戲心得跟大家分享 那體型上面我覺得它也很方便攜帶 因為我通常都在家裡錄製比較多 可是如果有些人像是帶著筆電到處走的 這種的體型大小也非常方便攜帶 那這個擷取額測試下來的心得我是覺得還不錯 但是我的電腦本身配備沒有那麼好 在使用4K錄影的時候後來發現我的影片都會卡住 所以後面我還是應該只能用HD的畫質來錄製 不然就是我以後電腦把它升級之後再用4K畫質來把它錄製 不過影片的容量應該相對也會變大非常多 好那這個就是我這次的擷取額分享 這是我第一次錄有關3C的一些開箱影片 如果我那邊有遺漏的話 我會再繼續陸續的做一些修正 那我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幫我按個讚 你可以順便訂閱一下 打開小鈴鐺才會收到最新影片中之後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 好不好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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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